聊载之意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叶小倩 应采臣是浙江人 他性格慷慨爽直 品行端方 常常对人说 平生除了妻子外 不好任何女色 有一次 他到浙江金华去 走到北门外 于是解下行李 打算在兰若寺里过夜 这座寺庙殿屋及宝塔都很壮丽 但是 庭院里却长满了淹没人的蓬蒿 似乎很久没人来过了 东西两侧的僧舍 每道门都是虚掩着 只有南侧的一间小屋 门间是新换的 再往大殿东角落望去 只见修长的翠竹 足有两手合围那么粗 台阶下有个大水池 中间开满了莲花 应采臣喜欢这里 清幽寂静的环境 当时 正赶上学官到金华测试秀才 城里客房租金上涨 打算留宿在这里 因此 一边散步 一边等僧人回来 天色渐晚 来了一个壮士打开了南屋的门 应采臣连忙赶过去施礼 并告诉了自己打算留宿的想法 壮士说 这里没有房主 我只是个过客 暂住在这儿 如果你不在乎荒凉 早晚能得到你的指教 当然很好了 宁采臣很高兴 忙铺平草街当座床 把木板织好以用作桌子 打算住上一些日子 这天夜里 浩月当空 犹如清水一般 二人在佛殿廊下促膝谈心 各自通明报信 壮士自我介绍说 我姓燕 自赤霞 宁采臣之前认为 他可能也是一个去考试的秀才 但听说话的声音又很不像浙江人 于是 便问他家乡何处 壮士自己说是秦帝人 说得很真诚 过了一会儿 两人无话可说 便拱手告别 各自回房睡觉 宁采臣由于心来乍道 久久不能入眠 忽然 听到房屋北边有小声叨咕的声音 好像有人家 宁采臣便爬到北墙根石窗下 偷偷看着外面 看见短墙外有个小院 院中有一个妇女 四十岁上下 还有一个老太太 穿着褪色的红色衣服 头上插着大银梳子 弯腰驼背 老太龙中的样子 正和那个妇女在月下说话呢 妇女说 这么久了 小倩怎么还未来 老太太说 大概快来了吧 妇女说 她是不是对您有怨言呢 老太太说 没听见什么 不过流露出闷闷不乐的神态 妇女说 这丫头不必好声待她 话声未断 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走来 艳丽绝美 老太太笑着说 贝蒂不应该议论人 我们俩正念叨 你就来了 幸好没有说你的坏话 又接着说 小娘子真是个话中的美人 我要是个男人 也会爱上你的 那个姑娘说 您要是不夸我就没有人夸我了 后来 妇女也跟姑娘说了几句 听不清说的什么 应采臣估计这几个人都是邻居的家眷 就不停下去回去睡了 又过了一会儿 这才断了说话声 应采臣正要睡着 发现有人进来了 急忙起身审视 原来是北院里的那个姑娘 经问来人是何用意 那个姑娘笑着说 明月之夜我睡不着觉 希望能和您亲热一番 应采臣板着脸严肃地说 你应防备是非的议论 我应警惕别人的闲话 稍欲失足 廉耻和道德都沦丧了 姑娘说 夜里无人知晓 应采臣赶她走 他好像还有话要说 不肯离去 应采臣大声赤道 快走 不然的话 我就喊南屋的人了 姑娘畏惧这才退下 刚一出去就又回来了 拿出一定黄金放在褥子上 应采臣抓起黄金 把她扔到屋外 说道 我不会要你这不义之财 这个姑娘惭愧地走出屋 拾起黄金 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人一定是铁石做的 第二天早晨 来了一个蓝锡的书生 带着一个仆人来参加考试 住在东厢房 没想到夜里突然暴死 只见她绞心出现了一个小孔 就像锥子刺的一样 细细地有血流出 谁也不知道什么缘故 一天后 她的随从也像她那样死去 傍晚时 燕赤霞回来了 应采臣便去询问她 燕赤霞觉得这并非凡人所为 宁采臣历来就刚直不屈 一点也不在意 仍住在原来的地方 半夜中 那个姑娘又来了 对宁采臣说 我见过的人多了 你是最正直的人 你实在是个圣贤 我不敢欺骗你 我叫聂小倩 十八岁的时候死了 埋葬在寺庙旁边 后被妖精威胁 做这些下贱的事情 不顾羞耻对付人 但这并非是我的本意 现在 寺庙中没有能杀的人了 恐怕夜差要来 应采臣害怕 请姑娘想个办法 小倩说 只要和燕赤霞住在一起就没事了 并采臣问 你为什么不迷惑燕生呢 小倩说 他不是凡人 我不敢去迷惑他 又问 怎么迷惑人呢 小倩说 亲密我的人 我就暗中用锥子扎他的脚心 这样 他就毫无知觉 借此抽他的血供给妖精盒 或者用金子引诱他 其实那不是真金 而是罗刹鬼的骨头 谁要是把金子据为己有 谁的心肝就能被摘走 这都是利用他们的私心办到的 应采臣感谢小倩说出真相 并问戒备的时间 小倩说 就在明天晚上 临别时 小倩哭着说 我陷入这苦海已经无法回头 郎君意气冲天 一定会救众生出苦海的 如果肯于把我的手骨包起来 送回家安葬 不亚于再生父母 应采臣毅然答应下来 忙问师体埋在何处 小倩说 只要记住有乌鸦筑巢的那棵白杨树下就是了 说罢出门 舒然间不见了 第二天 宁采臣怕燕赤侠外出 很早就约了他 七八点钟 宁采臣准备好酒菜 请燕赤侠一块儿喝酒 他留心燕赤侠的神情动作 当宁采臣说出约燕赤侠一块儿同宿室 燕赤侠托辞 自己性情孤僻 喜欢安静而不同意 宁采臣不听 详行将自己的行李搬过来 燕赤侠迫不得已 也只好把床搬过来一起住了 燕赤侠过来后 嘱咐宁采臣说 我晓得你是个有风度的 很是倾慕你的风度 不过 我有些心里话一时不便说明 请你千万不要打开那些乡霞 违背我的话 对你我都没有好处 燕采臣恭谨听命 一会儿各睡各的 燕赤侠把小箱子放在窗台上 然后睡下了 不大功夫就酣声如雷 燕采臣却睡不着觉 快到一更天时 窗外有个人影若隐若现 不一会儿 走进窗前来窥视 目光忽闪忽闪的 燕采臣害怕 刚要想呼叫燕赤侠 突然间 箱中有个东西出去 像白色丑子那般金光闪闪 把窗户上的石灵字都撞断了 只见搜的一射 马上又收回来 宛如闪电那样快 燕赤侠觉察有动静 便起身了 硬采臣假睡 私下里在偷看 只见燕赤侠捧着小箱子查看迹象 他从小箱子中取出一件东西 在月光下边闻边看 只见他晶莹闪亮 常有二寸 宽如酒夜 查看过后 再把它包起来 包得很厚 仍然放回已经破了的小箱子内 他自言自语说 哪方的老鬼妹如此大胆 竟然弄坏了我的小箱子 而后又睡下睡觉 硬采臣非常惊奇 便起来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还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他 燕赤侠说 我们既然彼此相好 怎么敢隐瞒你 我是个箭客 如果不是石窗林 妖精早就死定了 不过 他一定也受伤了 硬采臣问 那里面包的是什么 燕赤侠说 是箭 刚才闻了闻有妖气 硬采臣想看看 燕赤侠很痛快地拿出来给他看 只见是一把盈盈发光的小箭 于是更加尊重静爱燕赤侠 第二天 宁采臣看到窗外有血迹 就向寺庙外的北边走去 只见荒坟累累 一座坟堆中果然长着一颗白羊 乌鸦把窝搭在树梢上 等心中打好主意后就收拾行李 准备回去 燕赤侠涉酒剑行 情义很是恳切身后 他拿出一个破了的皮带子 送给宁采臣 说 你把这个剑袋收好 可以远避鬼魅邪魔 宁采臣想跟他学剑术 他说 像你这样讲信用 重情义 为人正直的人 是可以当个剑客的 不过 你是富贵之人 不属于这道中的人 宁采臣托词有个妹子埋在这里 挖出尸骨 用衣被包裹好 便租支小船回去了 宁采臣的注释面临郊野 于是在外屋外安葬了尸骨 埋葬后 宁采臣寄道 可怜你魂魄孤单 把你埋葬在我的斗士之旁 这样我就能听见你的声音 大概可以免于强暴之鬼的欺凌 这一碗汤水请你喝了吧 但愿你不会嫌弃他不是美酒 宁采臣祷告完便往回走 忽然后面有人叫道 慢点走 我和你一起去 回头一看 原来是小倩 小倩欢喜地感谢说 你真是讲信义 我就是为你死去十次 也无法回报你的大恩大德 请求带我去拜见父母大人 就是当闭窃丫鬟也不后悔 宁采臣细细打量着小倩 只见他肌肤白里透红 犹如霞光 一双小脚犹如细笋般翘起 白天端详相貌 比至夜里更显娇艳无比 于是一同进入家宅 宁采臣让他先坐一会儿 自己先去禀报母亲 母亲听后十分惊讶 当时宁采臣的妻子长久生病卧床 母亲告诫儿子切勿和妻子说这件事 以免吓着他 正说着 小倩已经偏偏进来 跪倒在地上 宁采臣说 这就是小倩 母亲只是吃惊地看他有点手足无措 小倩对母亲说 我一个人孤苦无依 承蒙公子使我露骨得以覆盖 恩则施予体肤 情愿侍候公子以报答大恩大德 母亲见他长得温柔秀美又很可爱 这才敢跟他讲话 说道 你要伺候我儿子 老神非常喜欢 但是 我这一生仅着义子 靠他传宗接代 不敢叫他娶个鬼女 小倩说 孩儿实在没有歹意 请以兄妹相称 跟着母亲过 一直侍奉在您身边 可以吗 母亲可怜他一片诚心 就答应了他 小倩当时就想去拜见嫂子 母亲以他生病为由拒绝了 小倩立即进了厨房 为母亲做饭 她在房间中穿来穿去 就像家人一样 傍晚 母亲因为对小倩有莫名的恐惧 不敢和她睡在一起 不给她设置床铺 小倩暗知母亲的心意 于是立即离开 她走到书斋时 想进去又退了回来 有点害怕 在门外犹豫不敢进去 宁采臣招呼她 她说 室内渐气逼人 之前遇见你没有和你打招呼 也是这个缘故 宁采臣想到是鱿鱼皮带子的缘故 于是挂到别屋去了 这时小倩才进来 靠近烛光坐下 过了一会儿 不见小倩说一句话 又过了好久 小倩问她 是否在夜里读书 我小时候念过楞严经 现在多半都忘了 你能借我一卷吗 这样 夜里如果闲着的话 好请兄长指证 宁采臣答应下来 小倩又是坐着 默默无语 到了半夜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宁采臣催她快走 她悄然神伤地说 他乡的孤魂 真怕那荒凉的墓穴啊 宁采臣说 我屋中无空床 再说 兄妹之间也应必闲 小倩起身 双眉紧锁 嘴角似哭 举足黄疾胆怯而懒不 边走边停 最后 挨到了门口 下了台阶就不见了 宁采臣觉得她可怜 想留下她住在别的房间 但又怕母亲怪罪 早晨起来 小倩首先去事后母亲 端上洗脸水 伺候她洗脸梳头 然后 又下堂操作家务 没有不顺成母亲心意的 黄昏时便告退 来到书斋 在烛光下念经 察觉到宁采臣的睡意 这才悲伤地离去 原先 宁采臣妻子病倒后 母亲过度疲劳 难以支撑下去 自从得到小倩帮助 变得非常安逸 因此非常感激她 日子渐长 彼此愈加熟悉 甚至把小倩当成了自己的闺女一样亲爱 竟然忘记她是个鬼 到了晚上 母亲觉得让她走于心不忍 便留下她与自己一起睡 小倩出来时从来不吃不喝 半年后 渐渐地喝些西粥了 母子二人都很溺爱小倩 再也不提鬼这事 别人也就不分辨了 不久 宁采臣的妻子病故了 母亲私下有收小倩做媳妇的心思 可是又担心她加害儿子 小倩略微察觉了母亲的心意 趁机告诉母亲说 一年多来 我们朝夕相处 应当知道孩儿心眼好坏 我就是想改过自新才来到这里 我对郎君如此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公子光明磊落 连天人都钦佩他 说实话 我只想这三五年来辅助公子 借此博得个风高 也使得在全壤中的我光耀一番 母亲也知道小倩没有恶意 只是担心儿子传宗接代的任务受到影响 小倩又说 女子都是上天受给的 郎君命中注定有福报 将有三个儿子 以后会光宗耀祖 不会因为娶了鬼妻而丧失 母亲相信小倩的花 便与儿子商议 宁采臣很高兴 于是请亲朋好友吃饭 有人提出请新娘子出来看看 小倩穿着华美的服饰出来见客 满屋子都看呆了 不但不疑心是鬼 反而认为是天仙下凡 于是 五福内的亲族都带着礼品去祝贺 都想认识小倩 小倩擅长画兰花 梅花 常常把画的条服送给亲戚 表示答谢 得到画服的人都很高兴地珍藏起来 并以此为荣 有一天 小倩低着头坐在窗前 感伤失忆 忽然间 小倩问道 皮带子在哪儿 宁采臣说 因为你怕她 所以将其移往别处了 小倩说 我接受生气很长了 不会再畏惧她 最好取来挂在床头上 应采臣询问用意何在 小倩说 这阵子心里恐惧不安 想必那金华的妖精恨我远远逃走 很快会寻到这儿 应采臣便把皮带子拿来 小倩反复查看 说道 这是剑仙呈妖精头的呀 都这么破了 不知杀了多少妖精 我现在看见她 还有点害怕 而后 把皮口袋悬在床头上了 第二天 小倩又叫把皮口袋挂在门上 夜晚 小倩与宁采臣对住而坐 还不让宁采臣睡觉 忽然 有东西像鸟般飞了下来 小倩吓得藏在围帐后面 宁采臣一瞧 这东西像个叶茶 两眼闪闪如电光 舌头血红血红 张牙舞爪奔过来 走到门前又返回走来走去 这才敢接近皮口袋 伸出爪子去摘取 皮口袋要被撕碎了一样 忽然间 皮口袋咯噔一响 变得像两个竹框一般搭 恍惚中 好像有个鬼东西 从里面探出身子 夜茶被她揪进袋中 这时 声音顿然消失 袋子又恢复了原样 宁采臣看到这情景 真是又害怕 又惊讶 小倩也走出来 非常高兴地说 好了 没有事了 他们一起观看皮口袋 里面只有一些清水 几年之后 宁采臣果然考上了近视 小倩也产下一个男孩 等宁采臣娶了妾后 妾与小倩又各生了一个男孩 这三个都做了官 为官生育都很好